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 令到中国大陆的优势 和台湾的综合实力越拉越远 其实两岸可能一早就出现了军事冲突 我们西方有一个说法 就是那个 coercive diplomacy coercive就是用武器的外交战略 可以说在这方面 大陆的战略是成功了 因为假如没有那个武器 很可能陈翠平已经宣布独立 国大太小 我强太弱 这是不可改变 无论从地理面积 从人口 从经济实力 从军事实力 从国际地位影响 这个越来越实在现实 战争不单是对立双方的军事较量 更加是综合实力的竞争 大陆的面积和人口 分别是台湾的266倍和56倍 极不对称 但是由于美国支持 加上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候 带走了大量的资金 令两岸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 长久对视 1950年韩战爆发 美国决心防倒共产势力扩张 对台湾展开大规模援助 更加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当西方国家将努力密集营 产业外移的时候 台湾采取自由开放 鼓励出口等的政策 发展出口加工产业 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70年代末 台湾又完成了产业升级和国际化 重点发展电子、化工等的高科技产业 经济增长速度和外汇储备 不单只远远抛离大陆 而且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浅浸脚眼就成为台湾社会的流行与 随着经济发展 台湾当局投入大量的经费 和人力研发所需的武器装备 在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之后 深受刺激的蒋介石 就指令要成立 隶属国防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展开航空、火箭、核能、电子通讯 和化学等多个领域的军事科技研究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有IDF战机,即是京国号 天剑系列空对空导弹 洪峰系列反栏导弹 天弓系列防空导弹 勇虎式主战坦克等等 现在这些武器 仍然是台湾军队的主力装备 到了90年代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台湾对外买军备终于取得重大的突破 美国和法国 不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先后卖给台湾150架F16 和60架环影2000先进战机 和拉发业级导弹弹 当时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说 可以壮胆30年 台湾依靠向外买军备 加快第二代兵力配备 令到有90%的武器系统 都要靠入口来更新 换零件和维修保养 大幅增加了军费台资 由1994年到1999年 台湾引进武器装备总值达到 133亿1100万美元 居世界的第一位 每一个台湾民众 负担了578美元 而未来10年 4万亿新台币的军费开支预算 每个民众就要承担4700美元 但到了21世纪初 台湾经济出现衰退 经济增长 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负数 沉重的军费开支 令台湾民众难以承受 2004年台湾大选 同时第一次举行 救治反飞弹装备的防卑公投 台湾无党籍立法委员李敖 为了反对军购案通过 在立法院戴了防毒面具 一边抗议,一边噴催泪牙丝 造成立法院一片混乱 我老了,我给你们玩 谢谢 而这次公投 亦因为领票率不够一半而流产 2000年,小布殊出任美国总统 不久就发生了中美军机箱撞事件 为了顺应国内的反华情绪 小布殊批准向台湾出售 外国者三型导弹系统 柴电动力潜艇和长程定役反潜机 等三项重大的军事装备 准管这批卖给台湾的军备 夹大四艘已经退役的基德级驱逐舰 柴电动力潜艇 美国已经停产 需要向第三个国家订制 但台湾当局仍然如获自保 立即掀灭了总额高达6108亿元 的特别军咎案 但没想到由2001年到2007年 军咎案在立法院 连续六十多次闯关 都不能通过 期间,民众多次上街游行抗议 甚至中科院院士、大学教授 及百多名退役将领 亦公开发表文章 反对这一项农民商权的军咎 在美国强烈不满 及多方的压力下 这一项特别的军购案 最后要缩减至3400亿元 才得以通过 但美国亲台的军事专家警告 六年前批准的对台军手 已经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台海局势 台湾需要双倍于这些武器的防备 才可以对抗大陆的军事威胁 这是因为对岸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29年间 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15倍 突破3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系 外汇储备增加了1758倍 达到15300亿美元 居世界首位 过去中国长期受美国等西方国家 封锁制裁 后来又跟苏联反了面 虽然自主研发了原子弹、氢弹 和航天卫星等的尖端科技 但因为国防经费的限制 常规武器的研制仍然落后 随着经济起飞 国防经费也快速增长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 2007年达到449亿4千万美元 大陆方面是450亿美元 台湾方面不到100亿 这个已经是4.5比1 但是在84年、83年 大陆方面是40多亿美元 台湾方面是100多亿美元 就是倒转2比1以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指标 就是大陆的军力 美国和日本和欧洲的军事专家 都承认2006年是一个转折的一年 大陆和台湾相反 由改善关系的俄罗斯 那里进口急需的先进武器的同时 加快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部分 提升国防工业的水平 国产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 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准 自行研制的三代战机 潜拾和飞炮强击机 已经成军 国产预警机出现在大陆上空 新型导弹驱逐艦中华神盾 导弹护卫舰、登陆艦 和新一代的常规动力潜艇 战略和潜艇陆续下水 远中短导弹系列的配套 以及在外太空的北斗卫星导弹系统 到日进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